对面的高小官人已经能够看到了 但是 玄机有人涌过来 挡住了他的视线 高小官人被淹没其后 妙的 他一加长刀 再次拉起弓箭 对面呼的跌倒下去好几个人 公子忍不住一张 手中的箭才射出去 后面也有人 惊慌的声音在山路上散开 还有人 高小官人回过头 骂提声越来越近 同时一道火光亮起 众人都忍不住眯起眼闭开 就在这他们下意识眯眼的功夫 火光下的人三剑连发 扑扑的几身马儿思宁 踏过从骑上掉下的人跑开了 火光灭了 但人也逼近了 长弓扔下 一柄长刀劈了过来 叮叮当当的撞击声 溅起一片火花 公子 这短短的一瞬间的喘气 拔出刀 发出刀冲过去 尚未进前 就听那惨烈的声音 陡然一片炸响 火花四射 这一次 他们终于看清楚了 火光亮起的一瞬间 一个长发披散的女子 一手握着一个短短的竹棍 承娘子 这边 以及被攻击的人们 都发出一声喊 伴着这喊声 陈娇娘身前一人的倒下 她手中的竹棍也扔下 另一手 从马上抽出一把短刀 狠狠地劈了下去 火光熄灭 一切陷入黑暗 只有惨叫声持续 她来了 她来了 果然她来了 秦虎只觉得心中激荡 发出一声长吼 三匹马用着一起 呼地冲过来 指向秦虎这边 找得好 秦虎喊着 挥一刀迎上 但人还没进前 就听得身后 又是一声尖利地响起 耳边 风声雨声 叫声混杂 但 狗小官人 还是清楚地 听到了那一声音 她忍不住 回头看去 一道亮光 如同流星一般飞来 那是从那女子 口中射出的 亮光 一瞬间 让她的面容 清楚浮现 那个女子 脸上身上 都是血 长发飞散 就如同吃人的 罗刹鬼 那个女子 我早就给杀了她了 当初 在得胜楼那次 就不该犹豫 高小官人心里想着 玄机 觉得脖子一凉 似乎 有什么 穿透了咽喉 她伸手 想要去捂住脖子 但 尚未按道 人 便跌了下去 早就该杀了她 雨声 风声 尖叫声 擎虎 猛的一挥 手中的长刀 越过高小官人 向前冲的两个随从 惨叫着 从马上滚落 这一切 都是发生在一眨眼间 擎虎的视线 始终看着对面 跌落在地上的 尸体上燃烧的火 让那边马上的人 若隐若现 似乎笃定一击必住 那女子 只是催马原地转了转 并没有过来 她要走了 秦胡不由夹住马腹 那女子呼的 抬手冲她做个手势 指了指地上和四周 风雨交加 秦胡浑身上下 已经湿透 但当看到那女子的手势 一瞬间 整个人 似乎都被投入了火海 炙热无比 她抬起手 指了指自己 也做出了一个手势 那女子 那女子吊赶马头 急迟而去 秦胡忍不住 催马追过去几步 大路上 人在夜色里 已经渐行渐远 马蹄声 消失在夜雨中 眼前空无一人 似乎 适才的一幕 只是她的幻觉 她们 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见面了 没有想到 会在这种场合相见 虽然 只是远远离间 可是 那又怎么样 她见到她了 她也没有和她 说一句话 可是 那又怎么样 她和她 还是配合完成了 一场截杀 没有惊诧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好像 她们 就该在这里相遇一般 没有说话 她只是 冲她做了一个手势 将余夏的事 交给了她 没有问她 能不能做到 没有解释怎么做 就好像以前一样 她信她 她信她 青湖 仰头嘶吼一声 雨水 在脸上散落 就像以前一样 说吧 这一次 要干掉谁 那 她们 就一起去干掉谁 就好像 还跟以前一样 最后一声惨叫 短促地响起 地上翻滚的人 彻底地动了 大路上 鲑鱼 一片安静 雨声刷刷 敲打在瓦片上 发出奇奇的响声 破庙四周 火把烈烈 雨夜里 亮白如晝 里里外外 垂首速力 风 卷着雨 扑到门口 让两边的火把 跳动 拉长了 站在那里的人的影子 殿下 进去等吧 锦公公带了几根交集 看着眼前的 静安俊王 已经被打失了 衣裳和鞋子 静安俊王 没有说话 也没有理会 只是副手 看着外边 锦公公 便拿过一把伞 站到静安俊王 前面撑着 还没站稳 就被静安俊王 一手推开了 他喝道 别打住 锦公公还要说什么 背旁的顾先生 摇头制止 大雨中 似乎 隐隐 有马蹄声传来 静安俊王的身子 便猛地绷紧 锦公公 察觉到他的反应 摇了摇头 已经听错好几次了 心有所念 难免唤听 念头闪过 就见一旁的顾先生 猛地迈步 他脱口喊道 来了 所有人都顺时 看向雨夜中 一匹马飞驰而来 在看清之后 所有人又都一脸失望 白人是侍从 四面八方都派出了 侍从探子 每个一盏茶功夫 就来汇报一次 但是 下一刻 那侍从 并没有像 世财那般 喊出 未见王妃踪迹的话 而是 大声地喊道 王妃快乐 众人 尚未从这句话中 回过神 在那侍卫身后的夜色里 搬来一匹马 半晴和素心 喊着就冲出去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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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 安静的庙前 顿时沸腾起来 当然 搬过去的人 只是成交鸟的人 静安静王这边的人 都垂手速力 只不过 当他们 终于看清 静前来的人后 神情微变 马上的女子 全身上下湿透 暗青的衣服 撇在身上 颜色 似乎更深 但 在火把的照耀下 认真地看去 就会发现 不是颜色加深了 而是 被血染透了 而让人奇怪的是 那女子 不管是身上 还是马上 都没有一件兵器 不是说 带走了很多兵器吗 半晴和素心 放声大哭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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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娇娘跃下马 曹管氏 声音发颤地喊道 别哭了 快去伺候娘子 洗洗换换 半晴和素心 满哭着跑 待到门前 又猛地停下 静安静王 依旧一动不动地站着 落雨 浇灭了沸腾 场面 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王妃 您去哪里了 顾先生 呼得大声喊 打破了 这有些僵持的场面 一旁的景公公也反应过来 他说道 王妃 您怎么能自己出去呢 这也太危险了 真是急死人了 快快 进来 进来说 他说着 就忙做情 静安静王依旧没动 景公公的解围 就有些尴尬 对面的女子 呼得笑了 抬脚迈步 越走越快 最后 翻两步地跑起来 直冲向这边 浑身湿透 面色苍白 染红的衣衫 带着浓烈的血清气 扑过来 纵然火把照得如白昼 四周 披挂齐全的侍卫环绕 这边的人 心里 还是忍不住 微微一记 要硬闯了 郡王殿下 如此的身子 可经不住 他这种羞煞的撞击 景公公 身子顺时绷紧 做出抵挡的姿态 但刚要伸手 那女子 已经到了 静安郡王身前 奔跑不停 轻轻一跳 抱住了他的脖子 挂在了他身上 这突然的动作 让周围的人一撞 静安郡王 更是没想到 不如倒退一步 身形松动 下意识地 伸手扶住了他的腰 高十四死了 承娇娘说着 展开笑眼 什么 周围听到的人 面色惊骇 不大有谁说话 就见 那女子 做出了 更让人没想到的动作 他手一用力 身子抬起 在静安郡王脸上 重重地亲了口 所有人 目瞪口呆 静安郡王 如同危机 呆滞了 承娇娘 便一松手 跃下 转进那里 女子的大笑声 随之响起 曹管事 最先反应过来 喊道 快 伺候娘子 跟我一 半晴和素心 早就忘了哭了 被一喊回过神 忙跑进去 庙外 依旧一片宿井 但 很显然 已经 与先前的宿井 不同了 每个人 都刻意地 将视线垂下 或者 看向其他地方 静安郡王 也依旧站得直直的 但 那瘦人的威压 已经散去了 井公公 结结巴巴地 要开口 爹 爹 静安郡王 却猛地 转身进去了 虽然 脸 依旧拉长 但 火把照耀下 吃红的耳朵 清晰地 落入身边人的视线里 担惊受怕地 等了这么久 又被当众调戏 简直是 太欺负人了 井公公 一脸同情 又愤愤 漆黑的夜路上 一个火脸子 陡然点亮 照出地上 散步的死尸 拿着火脸子的男人 视线扫过 旋即 手一挥 齐灭了 四周 再次陷入一片黑暗 公子 收拾好了 声音 滴滴地响起 同时 伴着 叮叮当当 磕碰的声音 这是捡到的兵器 这么多 刀劲进击 弓弩吹飙 还有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竹筒 这里的事物人 都是被他一招置地的 一瞬间 气息似乎凝滞 虽然不是单枪 但是匹马而来 眨眼就放到一片 也实在是害人 难道 神仙 还会交杀人吗 他怎么也会来 追杀高家的人 难道 他早就知道 高家的伏击 勾魂的笔 已经在墓碑上 刻上了一字 自然是势在必得 机会 高家认为是伏击 靖安郡王和他的机会 而反过来 这又何尝不是 他伏击他们的机会 他不想走的时候 谁能敢走他 既然能敢走他 那就是他要走 他要走 就是有要走的理由 这些蠢货 到现在都还以为 他是个好欺负的 早就说了 他可是个很小气的女人 很小气的女人 秦虎脸上的笑 微微凝滞 不过 是个很好很好的女人 他伸手拉起羽帽 翻身上马 走 别错过了 慰问狮子的高大人 两个侍女 捧着石盒 退了出来 顾先生 低声问道 没吃 嗯 那就能进去 说话了吧 顾先生 便带了几分急切 井公公 伸手拉住他 压低声音说 你也不长眼了 现在里面还不知道要怎么吵呢 你去凑什么热闹 他们夫妻小事 怎么比得上杀了高十四的事大 杀了高十四 怎么就杀了高十四了 顾先生眼神热气 脑子里有许多的念头 乱乱的闪来闪去 似乎明白了 又似乎不明白 他再忍不住高声喊道 陛下 滚 屏风隔膳后 传来一声怒吼 顾先生 有些善善 井公公 则在一旁 幸灿乐祸的笑了 我说的没错吧 在殿下心里 什么事 都比不过夫妻事的 隔膳内 坐在四足踏上的 金安俊王 看着承娇娘 起书后 带着清香 换了卸衣的女子 干干净净 轻轻绣绣 斜靠引枕 双目为锤 显雅安静 与 适才从大雨中 浑身携走来的女子 判若两人 金安俊王 沉声问道 承发 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 就打破了 自进来后 两人之间的沉默 没有回答 金安俊王 咬牙 他喊道 承发 说着 伸手 抓住他的肩头 随着他的一推 女子的头 微微弯了下 露出面中 面色 带了几分愁红 双目紧闭 睫毛 随着呼吸 轻轻地抖动 睡 睡着了 竟然睡着了 小目闹 从第二个肩头 第一个肩头